第23题下图为方糖投入水中的过程示意图 其中以稻饼的过程与下列合者情形最类似 我们看到以稻饼的过程是我们的方糖开始逐渐的扩散 然后充满了整杯的水 所以这是一个扩散的情况 A木炭在存氧中燃烧较剧烈 这是因为氧有助燃性与扩散无关 B石灰水遇到二氧化碳会生成白色沉淀 这是发生化学变化也与扩散无关 C铁块投入水中会沉入水底 这是因为密度的关系也跟扩散无关 诸经过加油站可闻到汽油的味道 这是因为汽油挥发扩散 然后到了你的鼻子这边 那你就闻到汽油的味道 所以这跟扩散有关 所以第23题问我们说 其中以倒饼的过程与下列核种情形最类似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经过加油站可闻到汽油的味道